日本刚装修完的家里 甲醛含量是多少呢 我们买了一个自测甲醛的 现在装的差不多呢 我来试一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零 然后零的话它就是偏黄色很淡 然后到0.1是警戒线 就再往下的话甲醛就会比较多 这个东西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带到日本来的 但是它说是日本的一个测甲醛的东西 现在这个小瓶里的就是 我们正在测 我怎么感觉有点绿 看着外面已经挺绿了 介于0.1到0.3之间吧应该 影响检测的因素 高温低湿的条件 现在就是这个条件 很热家里 那看来这个屋子还是要散一下味的 这个数据有些危险 我们又进行了对比实验 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 我们年前装过的 我们现在找了一个小屋 讲道理来说应该没有什么甲醛了 我在这个房间再试一下 看看它的甲醛含量是多少 这个房子应该是没有的吧 这是第一罐 这个月条本身就有点红了 10分钟后了 我们来验证一下家里5年的房子的甲醛 如果是颜色不对的话呢 有可能就是这甲醛液本身的数值不对 那它可能就不是特别准 我打开看看 也是偏绿点的颜色 0.2 担心市值准确度不高 我们又换了测量设 因为担心那个市值有误差 我们专门买了一个测甲醛的仪器 来新房再测一下 还在预热中啊 得等一会儿才能开启这个机器了 好 现在可以用了 这个数据真的是很漂亮 只要是绿色的 黄色以内都可以注 现在已经是优了 甲醛只有0.026毫克每一方米 看来日本的这个装修确实是还不错的 我找的这个地儿呢 是在厨房这里 厨房这里呢 因为它贴了这个墙皮 然后顶上有壁纸嘛 按理说这个甲醛含量应该是最高的 目前看的话 数值非常健康的 0.025毫克 0.1毫克左右是一个紧接线 数值只有紧接线的25% 本的含量在优根梁的交叉界 之间啊 TVOC应该是本状物吧 本状物在每立方米 0.6毫克左右是也是相对安全的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搬家了 看来这个数值是很健康的 我再放下我现打的柜子这里 看一看它的本状物的含量 会不会比较高 OK放了大概5分钟左右 它的数值是0.593 低于0.6 所以也是比较安全的 比我在现在的家里测 那个Nitoli的桌子 还要比那个桌子 已经放了很多年了 还是上面布满了本状物 来过来这个储物间再测一下 但是这个储物间 因为我们没有处理 都没有装修 所以它的甲醛含量 现在是最低的 只有0.019 本状物呢也是在0.5左右 那这个屋子还是非常安全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 可以装完就可以住了